Hi 我是肥龙 千金男语好主究 万金男语好教学 今天要介绍的游戏是 《动物警探达克比生态大冒险》 如果你喜欢学习桌上游戏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新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并按下小铃铛哦 在生态大冒险中 玩家将扮演达克比与他的伙伴们 在四个不同的生态中 收集线索并办案来达成任务并取得分数 最后最高分的人将被封为首席动物警探哦 我们马上来看看怎么玩吧 首先将四个世界地图 随意拼成2x2的大小 并在对应的世界版图外面 放上关键任务板块 河滨放上锯齿鸭嘴兽 沿岸放上暴风户 海底放上虾虎鱼和枪虾 昆虫区域放上狐蜂 在四片的地图版图上 每个有颜色的点上 放置对应颜色的线索标记一个 黑色放置骨头 黄色放置排泄物 红色放置脚印 剩余的线索标记放入袋中 然后将道具牌以及自由任务牌 分别洗混并面朝下放在附近 接着看到玩家的设置 每位玩家拿取一个角色的 木头指示物以及对应的角色牌 最近看过动物警探达克比 或是看过鸭嘴兽泰瑞的人当起始玩家 若无则由年纪最小的人当起始玩家 按照顺位将自己的木头指示物 放到世界版图 海空者的房屋位置上面 设置就到这边 接着看到游戏流程的部分 首先游戏的目标是 要尽可能收集地图上的线索 并达成关键或是自由任务来获取分数 回合流程的部分 会从起始玩家开始做以下的动作 全部做完之后 顺时针换下一家 第一个动作是 玩家投指两颗骰子 选择一颗 或者是将两颗的数字相加 接着就进入第二个动作 下好移动与所选的数字相同的步数 第三个是 根据停留的点可能会有以下的效果 第一个指这个地点有线索标记 那就直接拿走放到自己面前便可 第二个是 立刻翻开三张道具牌 并投资两颗骰子 道具牌上会显示拿取的方式 所投出的骰子必须吻合条件 例如两颗相等 有出现特定数字 或是相加加总要大于3等等 无论符合几张 玩家至多仅能拿取一张 剩余的将洗回排队里面 其中缩小糖、黑洞和扫子 这三个是一次性的道具 用完就要洗回道具排队 其余都是永久使用 接着是线索中心 停留在此处之后 立刻投资两颗骰子 若有符合中心的要求 则可以从布袋中抽取一个线索 中心的要求只要一颗达到便可 最后一个是任务中心 停在此地点 要立刻翻开一张自由任务牌 之后可以选择解至多一个任务 支付任务牌下方所显示的资源 便可获得此任务 任务有两种 第一个是关键任务 每个世界地图仅有一个关键任务 且要在对应的世界地图的任务中心 才能够解 另外一种是自由任务 这种任务没有地点限制 只要在任务中心便可以解 所用掉的线索会放回布袋中 不会移除游戏 玩家将会轮流进行 直载、移动和效果这三个阶段 直到达到结束条件为止 根据人数不同 会有不同的结束条件 四人局的话 是至少有两位玩家 完成了至少两个任务 就会进行算分 其余的结束条件列在画面上 不特别解说了 分数来源会有下面几个 达成的关键 以及自由任务上方 黄色圈圈显示的分数 第二个是剩余没用掉的线索标记 每个都有一分 最后一个是道具牌 若有对应的加分项目 则可以获得额外的分数 以上是生态大冒险的所有规则 接着看到游戏的几点注意事项 移动时不可以重复经过同一个格子 版图之间可以透过桥来花一步来跨越 但不可以穿越地图到地图的另外一边去 两个玩家不可以待在同一格里面 但是经过玩家是被允许的 若翻开的三张道具卡都无法拿取 则不会拿取 直接全部洗回道具牌堆 其中关键任务胡锋 虽然分数比其他还要高 但会发现上面有个糖果标记 代表解此任务 需要额外支付一张缩小糖才能解 其他的自由任务若有此符号也是要支付一张缩小糖才能解 请自行注意 最后每个角色牌上印有特殊的角色能力 不要忘记使用哦 第一次游玩或者是有小朋友的话 也可以选择不要使用角色能力 以上是生态大冒险的所有注意事项 下面看到游戏的心得总结 动物警探达克比生态大冒险 是由青子天下动物警探达克比动画 所衍生出来的桌游 游戏如同动画一般 要收集各种线索 并探寻生物的奥妙 以及保护动物们 桌游版还附赠了一本知识充电站 里面补充了各种游戏中出现的动物的简介 旁边的QR码扫描 也会进入动物警探达克比中对应的集数 可以马上观看 我自己是看完了《巨尺压嘴兽》那一集 虽然是给小朋友看的节目 但其实故事整体来说还是挺有趣的 若有兴趣 不妨带一和回去 跟小朋友边学边玩吧 最后强调一下 鸭嘴兽的爪是有毒的 所以请千万不要随便触摸它们哦 那这次的教学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请帮忙按订阅喜欢和留言 每个礼拜二晚上 给肥龙一和做的频道 都会有新影片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